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我剛剛在中國外交部看到這個 我立刻傳給黃奎波老師 他是外交專業 他說哎呀 我擔心了1996年的那一套又來了 1996年就幹同樣的事 同樣的事 我認為這個應該跟白宮國安發言人Kirby 昨天那個發言有關 我認為以這種連環套的劇本 一定是有A案B案C案的 可是決定要出哪一首 就看雙方互動的狀況 所以蔡英文選擇低調是對的 因為這次我覺得北京就是 你如果對我硬我就更硬 基本的態勢真的是這樣 所以你看他今天本來就只公布 對佩洛西的反制 那大概就是比照以前那28個被反制 那些黑名單 比如說大概蓬佩奧那個級別 可是真的沒有想到他會公布這個 因為昨天Kirby講了一段話 就說美國絕對沒有 就是他要阻止中國大陸把這個 這個演訊把它常態化 他就直接這樣講 然後他說在下週我們就要恢復自由航行 會再重新進入台海 柯比這個姿態我覺得 大概惹惱了中國大陸 激怒了中國大陸 對所以你看他前面那幾項 全部都是暫停軍事交流 對不對 尤其是第一項那個很麻煩 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的通話 這個可能就意味著比如說現在 主導的是東部戰區 那美方相對的是印太司令部 那你們之間搞不好 本來是有熱線對話 那現在停 那如果發生擦江走火的事件怎麼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對 這個就有這個味道 就有這個味道 然後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也暫停 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也暫停 所以如果海上相遇 雖然說有一些互動規則 如果發生了糾紛怎麼辦 是啊 現在都是無解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美方你怎麼來我就怎麼去這樣 所以就是在激化中 事實上今天我看到西方的很多媒體 他直接的標題就是中美硬槓 那全球將走向激盪 激盪 所以大家 不確定性出來了 是啊 所以我們繼續要討論的當然就是 那接下來要怎麼看他的衝擊 夜景導播讓我們來看 那現在呢這個佩洛西你說是闖禍 闖禍之後他自己是甩鍋 哎呀這個不要拿我的訪台去當做藉口 可是是不是可能意外的加速大陸的武統呢 那麼現在呢當然我先看一下 這個軍事方面的行動好了 因為你說光是現在我們看到 美國有情報官員就分析 說中國可能未來18個月之內就入侵台灣 說今年11月20大到2024美國總統大選期間 會有一個危險的空窗 所以真的有可能嗎 以前我們在看18個月內入侵台灣 你會覺得說怎麼可能 可是現在是不是看到在這一次 大陸方面採取這個軍事的行動之後 那麼有可能真的這個時程就要提前了呢 18個月內就會看到嗎 你別忘了之前我們討論過的 2027到2035年武力犯台 這不也是美國的海軍上將戴維森所說的嗎 可是現在大老師怎麼看 如果我們看俄國跟烏克蘭的軍事衝突 當時美國的情報的單位 他們也評估說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可能性很高 那當時我們在烏克蘭的留學生都說不可能 一切都很好幾乎都很安全 問烏克蘭人民他們也都覺得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就在於美國的情報單位的評估 他們認為說可能要打了 然後拜登也跟 責任司機也跟他提醒說應該要打了 那這代表什麼 美國的情報工作在這部分 其實已有到位了 那如果說按照 假設我們把美國在烏克蘭的情報工作 移到我們這邊來看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大陸的測試裡面 他已經大概可以掌握全世界的各個區域 還有哪一些國家對於台海之間的衝突 可能會有的反應跟他能夠有的資源跟他的舉措 例如說美國G7只能做到哪個程度 那周邊的國家日本也只能做到哪個程度 我覺得在這一次中已經把全世界的政治 大概有個摩底了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對於台灣來說的防衛能力 我覺得也進行了一個摩底 然後第三個就是 事實上大陸給大家感覺就是說 它比想像中還要更強 而且它的軍事資源跟軍事能力更強大 而且事實上解放軍應該是準備好了 為什麼 你想想看這麼龐大的 這麼大規模的 都是上百架的戰機 無人機還有導彈 說拉出來打馬上就打 也就是說今天把把區一射出來 然後馬上就打給你看 那這代表這些軍人的培訓 事實上是很成熟的 因為他們隨時可以拉出來 而且我們一再強調都是打實彈 全部都是實彈市集 所以這些士兵這些軍官 一旦接到命令 他們都已經順位都已經排出來了 坦克裝甲車要怎麼上船 怎麼上艦 然後攻擊的序列要怎麼排 看起來都是很熟悉 然後對於地形地貌的掌握能力 對於台灣的各個情報的收集 我覺得都已經到了相當的一個程度 那這樣的一個能力的一個展示 其實本來解放軍是沒有打算 我覺得本來大陸是沒有打算 要用武力的方法來解決兩岸的問題 但是呢目前來看 美國要掏空一個中國的內涵 把一個中國的政策的內涵把它掏空 看起來這個已經方向是定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就台獨越來越氣熱越來越囂張 我覺得對大陸來說的話 他們認為解決台灣的問題 避免任何一個國家再打台灣牌 這個議程已經放在他們的決策桌上 開始在討論了 是 一旦是如此的話 那你說18個月內會打 我們就不能排除了 因為以目前解放軍的作戰能力 我們的評估 我覺得比一般的 我們的過去的評估都低估了 它的準備工作應該是更充沛 更完整 更何況它有最完整的一個工業製造能力 還有一個地方 我覺得應該要思考的地方是在於 一旦開始交戰了以後 你美國對於台灣的半導體限制大陸 可是一旦交戰以後 其實台積電也不能供應全球 對 所以到時候受到影響的不會 因為大陸已經沒有台積電的半導體了 可是如果說一旦開戰 全世界都沒有台積電的半導體 包括美國在內 那你覺得美國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不是富國深山 保證絕對不是 而且你一旦停止供應給大陸的時候 那開戰最好 那全世界大陸都沒有 大家都沒有半導體 也就是 也不會把台積電毀掉 但是大家都沒有半導體 那這樣大陸已經沒有 所以它已經適應過來了 可是你原本有的 你日本本來有的 美國有的 你幾乎全部都沒有了 那這些國家的經濟使得更慘 因為大陸本來就沒有了 我們請上這個夢夢水 孤佳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蠶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氧氧跟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很久不見 好笑 我只是想說 你不見你 你不見你